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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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一双的脚 起水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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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過勞動才有辦法生存 我不要我哥哥未來是這樣子的 他可能會到部落開說明會 然後他就會每其名說 那叫部落會議 然後要求我們的族人過來簽名 然後到最後就說你們已經背書了 我覺得這是 目前所有的開發案 我們看到在部落裡面發生的開發案 全部都是這種模式 他完全沒有尊重當地族人 到底要的是什麼東西 二十多位反美麗灣的成員隊伍 從4月4日就開始走 截至4月11日已經徒步行走 超過130公里 環保團體也在台北同步舉行 記者會邀請民眾420 一起走出來參加不要告別 東海岸的台北遊行活動 記者台北市採訪報導 不過其實政府開發 原住民族土地的動作沒有停止 正當花蓮縣政府規劃 要在封冰鄉的晉浦村 周邊來興建以觀光 為目的的香海劇場 相繼地遭到阿美族人 以及當地的噶馬族人的抗議之後 最近鄉公所重新在選址 計劃要花8億元 在石梯坪 漁港北端的珊瑚礁區 填海造地 還是要開發新建石梯坪版的 山海劇場 這樣的計劃傳出 即刻就引起當地民眾的質疑 質疑政府又在破壞生態 縣政府表示姿勢體大還沒有定案 只是在研議當中 一聽說封冰鄉公所打算在石梯坪 漁港填海造地 當地的漁民就很生氣 不斷強調這裡是珊瑚礁保育的重點區域 而且颱風季節風浪猛烈 劇場怎麼可以蓋在這裡 而當地的農民也很生氣 痛批相公所要來石梯坪填海造地 根本沒有和基層民眾溝通 簡直是台東美麗灣開發案的翻版 花蓮這個地區如果有第二個梅利灣的話 我覺得花蓮縣政府應該要檢討 一般的鄉民似乎是蒙在鼓裡面 不知道這回事 事實上花蓮縣政府為了打造山海劇場 三年前開始請封冰鄉公所 在鄉境內找尋適合的土地 不過包括先前找尋的靜浦村 立德村 都因為村民抗議而作霸 後來鄉公所又轉彎 打算花8億元 在石梯漁港的北端 湘湖礁岩區填海造地 案件送交花蓮縣政府 縣府考量到經費和生態環境 也不敢貌人答應 這個知識體大 牵涉到很多漁業的問題 漁業保護的問題 還有造港的問題 甚至海洋生態的問題 甚至填海跟造港的經費的部分 目前我們還在研議中 至於封冰鄉公所 對此計劃只是低調不願意表示意見 就強調12號上午將在公所內 舉辦地方座談和鄉民好好溝通 縣府表示將會派員前往參與會議 絕不會讓公所任意選址 記者文家凱歡迎報導 而在台東的北南鄉大南段的山區 有一塊近兩公頃的土地 當地居民發現有外人來開墾 疑似要來種生薑 這塊土地下方的沙蘇爾牙部落 居民就很擔心水土保持會遭到破壞 對部落會帶來災害 要求地主即刻的停止開墾 不過台東縣政府卻表示說 有沒有違法還必須要再進一步的了解 台東市新原里的沙蘇爾牙部落後方山區 地族從三月開墾近兩公頃的土地 準備種植生薑 因為沙蘇爾牙部落被列為土石流防災區 部落族人看到山坡里光圖一片 擔心迅其來臨會造成土石流災害 部落還為此召開部落會議 要求地主停止開發並盡快造林 我們這個沙蘇爾牙部落 因為是屬於土石流的防災區域 這一次就散播地把那邊的樹林 砍伐了以後 部落的居民就非常的恐慌 這塊土地位在北南鄉大南段 是否合法申請而進行土地開墾 目前部落居民已經反映鄉公所 也已經舉報台中縣政府 原刑處保留地管理科 預定4月22日會到縣地勘查 若違反水保法將依法處理 北南鄉公所的部分已經有舉報到本府 本府在這個月已經排定限刊時間 我們在這個月會派員過去限刊 限刊之後我們再依法來處理 原刑處也提醒族人 原保地雖私人擁有 但是若要進行山坡地開挖 整地或是利用行為 一定要先向相關單位申請水土保持計劃 或簡易水土保持計劃 以免受罰 過度的開墾也會造成土石流的危險 影響到更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佛陸台東市採訪報導 而長達30年主存在台東蘭嶼的核非料 原本政府說只是要暫時的主存 到底何時才要搬走 立委不斷地問 經濟部的回答一直都沒有改變 30年來到現在依然是沒有辦法 開出具體的時間表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1日邀請經濟部 台電公司 以及原能會等單位 進行核一核二核三廠 用過燃料主存現況 乾式主存 以及蘭嶼核非料 追蹤處置廠的執行情形 進行專案報告 立委曾天才則針對蘭嶼 主存廠的問題 再次詢問蘭嶼核非料 最終處置廠的廠指進度 是否能夠在預定的時辰 民國105年將廠指選好 110年將廠建好 經濟部長當家住則依然表示 無法給予確切的答案 你們說這個 預定的簽署時間 是2016 2021也不可能嘛對不對 這個時間我現在沒有辦法 在這裡面做確定 因為我剛才講就是說 選址這部分其實是比較困難 那麼後面的時間 包括做環評以及工程 那個時間 會一直很困難 對 因為要跟地方溝通 而且還要 依照選址條例 還要進行地方的公投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說核非料最終處置廠 要經過公投 不過台東縣和金門縣 至今都沒有同意協助舉行公投 讓經濟部無法進行選務公告 但經濟部長卻表示不見得不會過 只是還沒與當地居民做好溝通 因為民主社會 所以不太可能過了 我想那也不見得 因為基本上可能地方 尤其是對於現在的一些做法 可能還有一些疑慮 包括將來比如說 我們所謂最終的處置的地點 它到底安全性怎麼樣 對民眾的影響怎麼樣 這個跟我們現在合適的問題是一樣 可能要經過多方面正反面的這個意見 大家充分的溝通 經濟部長也強調 藍玉組成廠絕對不會是核非料最終處置廠次 一定會簽出 但是簽出的時間依然遙遙無期 藍玉組成立法院採訪報導 而民進黨立議院黨團今天將會提核四的停建案 核四攻防站將會在立法院來上演了 上午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也親自作證黨團大會 他呼籲馬總統放手讓核四回歸民意 國民黨團方面則是已經通過決議 要封殺在野黨的提案 但是其實有部分的反核立委 像是丁守中和羅蜀磊已經養顏要跑票 而黨團書記長賴世保雖然表示尊重 但還是會祭出黨記 並且依跑票的次數來罰款 好 繼續要來關心的是一連幾天的雨室 造成台21線通往高雄納馬夏的道路再度中斷 現在正值青梅以及水蜜桃採收的季節 果農只能繞遠路把水果運下山 狹窄又彎曲的路只要一下雨 這條產業道路也可能無法通行 果然就在上個禮拜因為大雨來襲 造成高雄台21線通往納馬夏區的道路中斷 現在4月份正值青梅以及即將採收的水蜜桃 部分果農因為道路中斷 居民無奈地說只能繞遠路 以及行駛下載的道路 繞山下去繞到嘉義縣台南縣 再回去再到賈仙高雄 也只有這個方法 由於台21線西底變道 預計在4月20號前搶通 果農只能繞遠路把水果運下山 運輸成本增加又得花上油錢 我們這邊收成的水蜜桃 包括梅子 現在出去都蠻困難的 所以對我們的生計都影響蠻大的 受氣候影響來到果園 輕輕地摘下水蜜桃 看起來就很甜美的水蜜桃 第一批陸陸續續採收 但是現在又碰上部分道路中斷 果農育困難 部落居民期盼能夠趕快把道路修好 接著母定 高雄那麼下採訪報導 而在南投仁愛鄉則是公墓不服使用 鄉公所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 過去先取決無祖墳 來增加可以利用的空間之外 現在要朝有祖墳的墓地 逐年來進行公墓更新的計劃 在當地居民協力的幫忙下 仁愛鄉中正村公墓 維持了將近三分地的封鎖線 村長也在入口處 樹立了高市牌 封鎖線的範圍內是近障區 未來近障區內的有主墳 也將一一取決 騰出空間 這裡將會是仁愛鄉 第一個公墓改善計畫的示範區 除了美化公墓景觀之外 還可以解決墓地不夠使用的問題 不只是綠美化 我們是要做那股牆 一些安置的設施 當然我們希望是朝這個 未來就是火化 然後盡量留土地給後代 原鄉地區墓地不服使用的問題 已經是普遍性的狀況 仁愛鄉公所也在三年前 開始進行各村無主墳的取決跟牽葬工作 要逐步來改善公墓使用的狀況 而中正村公墓也是當初第一個 進行無主墓牽葬的公墓 在無主墓的問題解決之後 下一波則是進行公墓重規劃的工作 初期要先協調 由主墓的居民配合火化千葬 騰出來的空間 將再進行那股牆的興建 跟公墓公園化的景觀建設 不只是我們中正村而已 幾個部落都有這樣的情形 這個我們分墓 年年鬼打架 沒有地方住 不能這樣 我們配合政府 讓政府來幫我們來做 那這樣的話 我們整個每一個設計 有這樣的規劃的話 那以後每一個設計的分墓 比較好 圍起來的範圍大概有將近八百坪 那時候如果能夠順利的更新的話 那我們大概會有將近兩千個位置 可以讓我們中正村的祖先 可以安置在這裡 那也可以讓我們中正村未來的 一百年左右 對公墓的部分 這個問題就會取消掉了 那我們公告一年之後 我們會跟這一年當中 我們會跟他們的家屬做溝通 那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 完成 執行這樣的一個工作 而對於這項計畫 村民大多表示同意 村長也在日前 清明年假居民回去掃墓的時候 說明墓地改善的計畫 仁愛鄉已經獲得 內政部兩千萬元的補助 要先行改善中正村 以及新生村兩個村的公墓再造計畫 未來入葬各村公墓的江潮火化後 安葬骨灰潭的方式來進行 也逐年地檢土帳的方式 來獲取更多的空間 用來興建 納古牆或是納古塔的設施 預計這項公墓改善計畫 逐年完成之後 除了讓公墓公園化之外 每個村的公墓 將可以循環再利用至少一百年 不用再擔心墓地不夠用的問題 記者諾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而在加拿大聯邦政府 每年都會跟第一民族保留區簽署 撥款的協議 就跟台灣的鄉公所一樣 加拿大的保留區每年都仰賴 政府的補助款維繫 基本的開銷 除了少數有身材能力的保留區之外 大多保留區的財政相當困窘 不過今年聯邦政府 在沒有徵循保留地的同意之下 擅自地更改撥款的條件 而無法取得財政自治權的 加拿大第一民族保留區 跟聯邦政府的衝突沒有停止 每年聯邦政府都會和各 第一民族保留區簽署撥款協議 但今年有所不同的是 聯邦政府修改協議書上的撥款條件 政府的舉動引來第一民族地區的不滿 Terry Paul 表示 要是不接受政府新收訂的撥款條件的話 Mampertau保留區則無法獲得 每年固定的公共服務經費 據報導 聯邦政府在協議書上 要求各第一民族保留區 必須支持和遵守C-45和C-38號法案 C-45號法案要求原住民族人放棄 看守河川地區的責任 並且開放私人公司開採自然支援 而C-38號法案則是取消多項環境評估的規定 這兩項法案一直受到各第一民族地區的反對 為了保護Mampertau保留區的長遠利益 Terry Paul 拒絕簽署新的撥款協議 但也因此Mampertau保留區 今年將無法獲得聯邦政府 大約新台幣一一4700多萬元的基本營運經費 Terry Paul 指出 聯邦政府在沒有諮詢各個第一民族保留區的情況下 就擅自更改撥款條件 Mampertau第一民族保留區 目前考慮採取法律行動 Mampertau保留區由於擁有這一間飯店 會議中心 賭場和其他事業 每年營收大約高達數以一計新台幣 憑著慫厚的財力 Mampertau保留區有條件抵抗政府的要求 不過不是所有保留區都這麼幸運 這裡是第一民族領導人大西洋政策議會 是一個替30多個北美洲原住民族領導人服務的政策研究中心 這個機構的執行主席John Paul 指出 也很多第一民族保留區因為迫切需要聯邦政府的經費 只好接受政府的要求 Many, many communities are still very dependent on the money that comes i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ose fundamental services like income assistance, social assistance, education Astranipanich保留區所遭遇的 正是John Paul 所說的情形 由於聯邦政府要刪減Astranipanich保留區的各項補助款 這個保留區稍早前上法院控告聯邦政府 在官司還沒打完之前 聯邦政府在撥款協議中 修改撥款條件 要求Astranipanich保留區介紹聯邦政府刪減補助款的舉動 面對多個保留區的不滿 聯邦政府的原住民族事務部透過書面聲明做出回應 據報導 目前已經有七個保留區簽署撥款協議書 但其他絕大部分都沒有簽署 第一民族領導人大西洋政策議會 以及代表全國第一民族和加拿大政府談判的第一民族議會 正在計劃聯手上聯邦政府提出抗議 要求取消新收定的撥款條件 記者邀得正編譯 之前世新大學舉辦了水支援的座談 邀請了堅實鄉的泰爾族人來分享反比林水庫的經驗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帶您來關心 歡迎收看《原地發生》 我是比思尼馬少 在這裡借我們的研議發聲 保護我們的心聲 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我們的總統 親以馬上改革 做一個強而容易的決策 謝謝你們來參與 也謝謝我們今天集結的觀眾朋友 來參與我們討論 我們下次再會 把孩子發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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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我們下次見 好 我們下次見 你 сил請 第六屆全國大政院校 原住民族音樂大賽 歡迎來參加 在台灣 有超過45萬的新住民 很多媽媽從遠地嫁來台灣 今年寒假 我們將跟著八個孩子 坐飛機回到千里之外的外婆家 看看媽媽的故鄉 了解媽媽怎麼長大 一邊玩一邊認識外婆和親人 現在就跟著他們到外婆家放寒假 從2月18日起 每個禮拜一下午5點 在原室十六頻道 每段令我難忘的旅程 是來自癒 每次觸動心靈深處的收穫 而我馬修蓮恩 是透過美食 記錄原味 增情的旅人 好 繼續來關鍵是苗栗泰安鄉梅元春 一戶民宅在今年2月 房子產遭大火燒毀 有民間團體就協助重建 房屋終於蓋好了 而這戶家庭很感謝民間的善行 事情就發生在年初六2月15號的傍晚6點15分 大火迅速吞噬位在 泰安鄉梅元部落的這一間民宅 相比消防隊接獲通報15分鐘之內趕往現場滅火進行灌救 兩部載滿5噸水量的消防車20分鐘之內完成滅火 而屋主損失約20萬的財物 一把大火燒掉兩戶人家的財產 索性慈善團體協助重建 幸會的 過年我怕這下給你們 好 那兩家的話 叔叔的客廳廚房給他自己在那邊 那個哥哥在這裡 然後弟弟在這裡 這打掉 如今房舍蓋好了 兄弟倆感動到不行 能夠給我們做到這樣 我非常的很滿意啦 結果這個本身自己小孩子看到的時候 這個自己小孩子都也是很欣慰說 爸爸有這個三星人士 透過議員的幫忙 然後在執行會的幫忙 我實在非常的很感謝 在感謝 今天人家那個愛心給我們照顧有沒有 我想說跟我的孩子講 以後你們長大 也要做愛心 房子蓋好了還不夠 慈善團體主委還要加送禮物 還要加贈沙發跟電視 讓兩兄弟驚喜不已 屋主感恩災後 因著泰雅族議員黃月娥的協助 蒙受福報 因著各方的協助 讓煤圓火災受災戶 重新再出發 記者 巴鲁馬耀 苗栗灘採訪報導 而泰雅的梅園部落的這起火災 消防車不到15分鐘 其實就已經趕到現場了 但是問題卻出在說 水量不足以應付 不是滅火器故障 就是消防栓根本就沒有水 而對此消防隊表示 消防用水取之於 簡易自來水的系統 事權的機關就是鄉公所 而泰雅相公長表示 將會尋求立委反映 向消防署來申請補助 將會跟消防署來協商 取得消防蓄水池的經費 希望可以讓火災的噩夢 遠離部落 好 繼續來關心的是 近日封面帶來不少雨量 讓全台漢相稍微解除 而經濟部表示 桃園及高雄地區 將以5月底不進入二階 限水為目標 而在4月底以前 都還是會維持 第一階段夜間減壓限水 從3月底到目前 連續受到八波封面 及華南宇宇區的影響 全台都有出現降雨的情況 漢相舒緩許多 經濟部水利署 在10號下午的抗漢會議 結果出爐 表示水情較緊的 桃園及大高雄地區 在4月底以前 都是維持在第一階段 夜間減壓限水 包括山區的野溪和川 風沛情況 也可以穩定到4月底 4月底雖然已經不會進入二階限水了 但是全台灣的燈號 水情燈號仍然不宜調整 也就是目前進入一階限水的地區 並不解除 水情吃緊的地區也沒有解除 但是我們的目標已經改到說 以5月底不進入二階限水為目標了 氣象局預估偏濕的氣候維持到4月底 5月開始又有較明顯的偏乾訊號出現 長期預報科也預計 今年的梅雨季節要到5月底才會報到 三個星期之後的西半部地區 是否再度出現缺水危機 仍然不可忽視 同時抗旱會議中 水利署也特別強調 有請原民會及各縣政府 關注山區用水情況 隨時反映部落缺水緊急措施 但是氣象局預估未來四個禮拜裡面 除了四月下旬比較濕以外 其他的時間都是偏乾為主 那梅雨季可能是在5月中以後 才會到達台灣 所以還是有這個危險 因為等於偏乾的機率是四分之三 請原民會跟各地各個地方政府 必須一定要掌握到各個山區居民的 那個用水情況 如果有缺水的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請立刻採取相關的這個協助措施 春季氣候變化大 目前水利署仍然積極穩定水庫水情 以5月底前桃園林口及高雄地區 不進入第二階段限水為努力的目標 同時也呼籲山區居民 如果有缺水的情況 都可以隨時通報地方公所 政府及水利單位 記者阿布斯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 而世新大學原住民族文化傳播技發展中心 日前就舉辦了一場以水支援 作為主題的座談 邀請了新竹堅持鄉 返比林水庫的泰雅族人來分享 為什麼反對政府任意的在原住民族地區 來興建水庫 河流構成了許多族群部落的核心 泰雅族的撒幣在台上分享 部落反比林水庫的經驗 也以石門水庫作為例子與學生分享 認為政府儲存水資源方式都是朝工程模式 並未考量水土保持 非常不贊成水庫興建 就連學生也表達建水庫在全球 已經是相當過時的儲水方式 當時在建石門水庫 政府一直號稱說它是 絕對是50年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20年 卻看到很多不單單是它的融化大壩 還有那個很多的大壩都這樣潰堤 政府在在規劃水資源利用的這個部分 它是沒有把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把它列進去 而是朝著建設工程這個部分 而且他們在保育這個部分是比較沒有強調的 台灣的乾旱缺水不建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建水庫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建水庫其實在全世界已經公認 是非常過時的儲水的方式 然後特別連自己就是連西方 就是一開始引進水庫進台灣的美國 他們自己都認為這個都已經過時了 而且是非常耗費自然環境成本的方法 詩興大學在校內舉辦 你是誰的孩子座談會 邀請凡比丁水庫聯盟的撒幣前來分享 共同探討水資源的重要性 希望更多青年參與原住民族繁水庫議題 讓新生代與中生代攜手合作 激勵學生更加愛護水資源及土地 在取得一些資訊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要怎麼樣去切身 就是說跟土地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倒是希望這些年輕人 可以多回去部落裡面 回到部落裡面跟土地親近 就是年輕人真的實力可以 就是要跟中生代然後上一輩的一起合作 這樣因為他們的經驗是我們沒有感受到的 但是我們的手邊的資訊都是可以互相提供 像我今天跟他們兩個都學到很多這樣子 全台已經有90多座水庫 但並非每一座水庫都能發揮功能 政府用了破壞環境 並且無法再回復的方法去做儲存水資源的方法 針對12年國教台南市議員曾秀娟在台南市議會要求中央教育局 原民會與地方教育局重視 由於12年國教才免試入學以及特赦招生 但擁有的原住民及學生通過足以認證加分35%的升學 優待辦法為納入超額比訓的評比當中 不僅影響原住民及學生學習足以的意願 談論市政府教育局局長政幫政表示 足以教學市政府還是會繼續推動 但是中央未來是否會採納不敢肯定 這樣子一個又關於全國原住民升學 升學加分的政策 其實應該是由我們的原民會跟教育部 他們要共同協商 直接在我們的原住民學生升學要待機 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的電腦 直接修訂就可以了 課程的規劃應該會在下一個階段裡面 才繼續再做一個工法 教育局這部能不能達到現在的進度 那是說教育局不專用嗎 在教育方面可能會作為下一個階段的工法 因為那個跟課程張藥有關 除此之外 鄭修娟還指出 除了修訂原住民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之外 應該設置台南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 與制定台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自治條例 也強調會繼續推動自己的版本 同時鄭修娟還提出要在永康社教館成立原住民族圖書資料中心 以及在永康設立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的可信性 然後也讓我們覺得這裡有一個很好的點 讓我們的心能夠覺得說有一個可以聚集的一發 然後我們的心就會比較有多聚集在 任何一個團體要去在那裡有個不固定的空間 大概地方的人大概都會反對 所以我大概只想要維持他們的空間可以去使用 不是去反對原住民族 台南市長賴清德則表示設立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會在澤城市府文化局在進行研究 接著謀定台南市採訪報導 好 全國大專院校的運動會將會從4月27號開始 在宜蘭展開 而他們找了城市體操選手的歌壇新人 阿美族的林少偉來擔任代言人 阿美族的歌手林少偉唱著自己的創作歌曲《英雄》 也是全大運的主題曲 為10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11日在教育部的宣傳活動 揭開序幕 林少偉曾是台體的體操運動選手 畢業後因為喜愛唱歌而轉帳歌壇 這次不僅為全大運製作主題曲 也擔任了運動會的代言人 希望藉由歌曲期待每位運動選手勇於追逐夢想 別害怕失敗 時間就一直做音樂 可以回到我最熟悉的體育方面 這項運動這個代言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當初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以運動員的角度 跟去勵志的方向 然後鼓勵大家只要遇到了挫折不要放棄 今年的全大運主題為牛洞新世紀宜蘭大躍進 也為了與國際接軌並銜接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 今年賽事特別增搬了鐵人三項 運率體操 跆拳道等三項的競技項目 在2017年開始要辦四大運 四大運有一些項目 我們是不是在我們的全大運裡面要辦 好像也加了幾項嘛 包含了這個跆拳道用品勢對不對 也包含了運率體操 包含了還有什麼 包含了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什麼鐵人三項的 102年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 從4月27日一直到5月1日 將在宜蘭展開 多位體壇好手將齊聚一堂 相互切磋 接著我們在台北市採訪報導 現在正是腸病毒流行的季節 屏東原鄉地區的學校 也通報了腸病毒輕症的案例 達到8人 造成三個班級停課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帶您來關心 帶您的護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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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